為車廳保留的一間那一間禮物 都是來自一位八十歲阿嬤關懷 和一些穿萬里相親人的愛 打開保雷爪 裡面是手工車蓬水衣 這支蓬水衣要來溫暖做生家庭的小孩 這些禮物是有一個八十歲阿嬤 對 親手織的 這樣然後她都是 因為她也想要做公益 然後都是專門縫給一些可愛的小朋友 然後大部分都是捐給家父中心的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代替八十歲阿嬤過來送這些禮物 蓬水衣穿在小屏身上 國水庫外模樣讓人家在住上去再一間一段 都是一位八十歲阿嬤一手慢慢車起來 這位阿嬤到以來就很關心著色的立東 她用車蓬水衣的方式來溫暖成小孩 因為這位阿嬤無關讓人知道她是什麼 特別重點的東西 由婚姻科技大學技術研究所發生 重點的東西專交給婚姻加副中心 薛奶奶她是由蘇俊豪蘇大哥她所認識的 那她之前在認識蘇大哥之前 她就已經在從事默默的從事這些枝毛現衣的工作 那我們有幸可以認識蘇大哥 那她引介讓我們可以有這樣的活動 讓我們把薛奶奶她的貓衣傳送給這些可愛的小朋友 讓他們在寒冬裡面也有溫暖 很多人在聖誕節都會交換禮物 這人研究生也因為受到阿嬤感動 特別將搬上交換禮物的一年生下來 陪阿嬤蓬水衣傳送給家父同心 聖誕節快到了然後我們自己班上 自己就有聖誕節活動 那之後我們把聖誕節交換禮物的錢省下來 就幫阿嬤把這些物資都募起來 因為阿嬤因為她已經80歲了 然後其實勢力也沒有很好 可是她很有心想要幫助這些小朋友 對 所以我們想說就是借由這次的活動 然後一起來幫助更多的人 這位剛才在北部80歲的阿嬤 翁年都會在餐餐40歲 早餐會碰洗衣 雖然年紀大了 腳手已經不必用你 但是今年那時可以拍攝20位小朋友 到過今年的冬天 記者在面前 唱報道